大家好 我是伍婷阿姨 今天我又开始出山了 我刚跟我的天津大姐学了 如何做天津煎饼果子 不知道从风以否 大口拭目以待 你喝鸡蛋去吧 你咋下手 这有点的意思 你快拿一碗鸡蛋吧 这都快干了 慢死 咱们没有拿芝麻 你快去拿芝麻去 芝麻生芝麻咋行 熟的 站在里面白的 完了 上面再撒点芝麻 你先把那棍拿着 我怎么撒 我那期待不匀了 你看看这棍 这棍还没那么匀 完了 赶快就得翻个了 快速的 多了多说 你先怕烫吗 不怕 好 放上葱花了 你看看 葱花在里都在外边 我印象都在干嘛 我印象都在干嘛 人都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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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粘了 它不粘了一下 我印象是葱花那些都在外边的 在外边粘着 咱应该跟鸡蛋一块放 完了 面酱还没让咱先放这个了 最后完了 你说 对了 面酱啊 葱花再放完了 明白了吧 放那就已经够了 可以了 应该跟生鸡蛋放一块来粘鸡蛋里头去 好了 第一个 出锅了 看看不知道怎么样 那你再帮我卡住 鸡蛋有点小了 你就再来一个 要不一会儿它不粘 现在师父的一副同它 花花花都到你得了 对 好事都给了 好 这才针票 来 我面酱 哎呦 换 给切舌 最后请欣赏靖大姐 我的好友 我的同乡 天津煎冰果子厨艺片段 它可是温尼谷 首期一指的天津风味美食达人哟 天津煎冰果子 那个给做点咖啡 完蛋就吃了